死了一天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二话不说直接锁喉 肃无名惊骇万分 转眼被五花大绑扔在了床上 尸体刚想逃窜 迎面撞上了行参军 行参军掩认出来 这分明是已死的陀罗夫人 见是博妙 陀罗夫人宛如一道烟消失无影 死而复生肃无名根本不信 他查验尸体鼻翼 手脚指甲呈紫色 这分明是服用反魂香的迹象 而偏偏反魂香可以使人短暂休克 但那天救人的黑衣人 众人百思不解 卢凌峰前客战 赫然发现黑衣人竟是精卫大将军 进房间他更是惊呼出声 那头变半 第二天行参军追踪到了陀罗夫人宗前 他们来到空中庭院 刚找到陀罗夫人 他就死了 主犯祭祀似乎可以结案了 身为太子派系的人 卢凌峰乐意至极 可公主怎么办 没有解药 他必死无疑 宿命夹在中间 身不由己 公主时日无多 这对太子派系来说是利好消息 公主派系人人自危 甚至有人改换门庭 视为太子战今生 公主一死 固然朝堂稳固 但就此结案 苏无明如何面对恩师抵宫 又如何面对天下苍生 在他眼中 此时的公主 也是苍生的一员 何况 太子就真的愿意 公主因此死去吗 还是寄希望于卢凌峰主宿无明 在古古威名前 找到解药吧 好 好 好